为什么说着话突然就没了两公里了 然后我6公里跑5.6公里 老板说他想吃点不一样的就是给你点一刷 原来就是想重振雄风了 按照老板的圣子呢 今天我要去给他补补身子 导航到清源韭菜加工基地 然后今天我们的车子是这台2020款的Model Y 后驱标准款 它的CLTC工况是可以做到545公里的 然后从这台Model Y开始 我们会将续航测试的标准提高到8折 甚至是更高 那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开420公里左右 然后现在车子冲到95%之后呢 因为车子是没有CLTC显示的 只有ETA 所以它的续航只有415公里 我怎么感觉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你好特斯拉 你好Model Y 你好小Y 你好Y仔 诶 不会 满电出机吧 它这个加速跟自动都是来的很快 就好像那些汽油车开了运动档一样 然后它这个动能回收法真的是太强了嘛 它默认又没得给我调的 如果我们前面有个红绿灯 我正常开油车就是要滑行的 而不是这样最大 我踩一脚油 然后我丢 然后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我头晕目见 就光这一点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我们这些油车车主的青睐的 用单踏板模式说真的如果说用久了 你右脚形成技艺之后 你是不是会形成下意识的错觉 就是收油就是减速 甚至是认为它是刹车 所以说最近这些连特斯拉刹不住的新闻真的是屡见不见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真的是有点关系呢 老师要注意你的错值 一看就是没有去我们特斯拉训练营培训过 那说实话 你不知道单踏板模式就是天生为电动车设计的吗 如果你连这点都接受不了 你买什么电动车吗 我们单踏板模式把能量回缩开到最强 它的好处肯定就是更加的高效 把每一公里每一毫米的这种动能给它榨取 冲到电池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特斯拉续航不虚标的根本原因对吧 所以单踏板模式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是你这个人 你买回去之前一定要去特斯拉的4S店好好的学习 这样单踏板模式你才会用的好 用的妙 用的赞 练就你的黄金又小 还有那个刹车我们根本就没有问题 那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严肃一点 那之前温州刹车门的事件基本就是尘埃落定了 法院判决就是这个车主油门当刹车 而他那台特斯拉没有任何刹车问题 纯粹就是他个人操作失误 那对于其他的像河北天津的 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咱不要去站队了 静静的等待法院的裁决 那这话就说到这里点到记者 还有你说这车用了全车的双层夹胶玻璃 你看我在高速上 这风噪还是很搭 做了个寂寞 然后这台车子的后座的那个坐垫 简直就是短的离谱 而且这个前景天幕 你好心给我一个遮阳连老不好 夏天晒的要死 那像这个隔音问题呢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问题 像我们现在开车没有开音乐 他当然吵是吧 然后这种天幕是吧 常年坐在办公室 有空调病的白领来说 特斯拉这也是为大家着想 平时开车出去多晒晒太阳 对身体有好处没坏处的 所以这买车就跟你处对象一样 不要光看到它的缺点 优点你也得大大方方的给它承认 但这台Model Y在30万级别的这种 纯电中型SUV里面 真的就是没有对手的存在 要空间有空间 要品牌有品牌 要智能有智能 全系标配AP给你 像我现在在高速上开的不知道多放心 光就这些车点它就值30万 然后我们跑了小50公里 平均的能耗就是13.4度电 说真的特斯拉这个能耗水平是相当的港 12点准时干饭 半个多钟掉了6公里 才有34公里才到达目的地 然后反程如果引路返回还有200公里 所以剩下的这212公里 感觉再打个6折 我真不玩了真不玩了 我现在如果说赶紧掉头 回去可能还有那么丢就可能 是谁说这个车EPA很牛逼的 那这就是我们特斯拉序不虚标的根本原因 就没有一台电车可以信的 油车万岁 回去还有148公里 然后我们有176公里的电 为到达目的地请把车速低于90 我就信了你 你不要给我又出什么幺蛾子 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19公里 剩余的续航153公里 就这倾盆大雨 难啊 这要是突然没电 交警叔叔立马过来 你真行啊 我已经跑了300公里了 然后我的剩余续航是57公里 回去还有36公里 我现在是有点忐忑 因为他这台车子好像已经骗了我很多次 出发的时候他说可以走410多公里 然后开到半截 他直接就EPA打了个6折 然后我掉头回来 在高速上他又说可以回去 然后我出发的时候 他续航又掉了 你说能不能信呢 我们特份都是上头的 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如果说你开不回来 你今天的钱全部放给我 可以啊 你绝对输 卡屁啊 你要知道现在我们是下班高峰期 这个车速根本开不快的 啥情况啊 这些APP完全就打不开了我 那现在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剩余的百分比 这下就精彩了 哇 不好意思 今天你挣不到我一分子 看我现在是11公里的续航走 10公里 车子没有任何的功率限制 包括这些空调 开零跑这些我不敢 美国的BRB能不信吗 哇靠 哇靠 为什么说这话突然就没了两公里了 然后我6公里跑5.6公里 希望我没事吧 我现在的脚非常稳 哈哈哈哈 一百两百三百 嘖 人胜 要勇于拼搏 加油 HOLIGE 这个动力还是很强的 到了 嘿 那这台MOTO Y的成绩就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出发的时候 车子显示是415公里 EPA的工况 实际上跑了363公里 还剩两公里 然后这样一算下来 如果CLTC工况的话 大概就是7折 跟我们之前测的别克的微蓝6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用EPA算效能呢 它就是88值这样子 其实就目前来说 它这个续航表现 我个人觉得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 也没有说这些特斯拉粉丝吹的那么神 重点是今天真的银妈了 跟地上姐姐似的 我的韭菜呢 记得遇见三连